好,今天在盤面上呢,大家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可是另外一檔,我們來看看 這一檔怎麼變成地雷鼓了呢 這就是F5再生 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國際的放空法人 瞄準他了 他說F5再生可能有問題 到底是誰?我們來看看 他叫做格勞克斯 他是全球專門賣空的 也是做空的法人 他怎麼說F5再生呢? 他說,這是4月24號最新的消息 他說F5再生呢,就是做這個 EVF發泡材料的廠商 而他說實際收入啊 其實比他披露出來的數字少了90% 只有10%嗎? 所以是有嚴重的債務喔 他因為這樣子覺得說 這再生根本就是做假帳 所以他揭露的一些數字 都不是真的,把這個目標價呢 調成0元 也就認為說F5再生完全沒有任何的投資價值 好,在這個1月份的時候呢 中國的金屬再生資源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做空的法人 最後面被停牌了 好,就是在2004年的時候呢 會發現說,其實這一家公司 這個青蛙王子嬰兒用品 怎麼也停牌了? 哇,原來也是這一家做空的法人耶 還有就是旭光高薪材料 通通都停牌了 這些都是被他預估說可能有問題的公司 最後下場都是停牌 那我們的F再生會不會走入相同的命運呢?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走勢喔 到底出現了哪些意象呢? 好,在F再生的部分喔 今天的股價之前曾經衝很高喔 但是經過一些整理之後 現在再度往上攻堅 可是在今天,哇,又跌下去了 一口氣打到跌停板 今天收在了80.5塊錢 跌停做收的喔 我們來看看到底它的意象在哪裡喔 有人說在4月16號的時候 這一天,你看前面這一欄是融券的張數喔 前面都只有這種小小的小小的小到有 你都不會在乎它喔 可是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一口氣暴增 這一根有多少呢? 1867張的融券 也就是有人在這邊空它耶 放空它 怎麼會這麼知情呢? 再提早放空 然後剛好這幾天都往下掉 今天甚至一路去打爆了跌停板 所以有人就說這個融券怪怪的 好,另外的跡象是什麼呢? 三月營收非常亮麗喔 它還說它月增了150%耶 現在這個營收,難道也是假的嗎? 這個到底誰知道 大股東當然最了解自己的公司啊 4月9號到4月14號之間喔 大股東開始轉讓持股 為什麼?連續四天 每天都賣出300多張 所以呢,現在總共喔 轉出的已經有1260張囉 均價是在83.13塊 成交有1億元左右喔 這是在大股東轉讓的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呢,F再生他們很緊張喔 公司呢,在今天這個盤中的時候 就已經發出聲明 他說我們的財務啊 我們的營運一切都正常 所以呢,這個放空法人 根本就是亂說的 好,在F再生今天 爆出了這個地雷消息之後呢 其實不只是它的股價打到點心板 我們來看看 在今天的F股表現 真的都被拖累了 大家說,我跟它沒什麼關係啊 不過股價前面掛了一個F喔 怎麼通通都往下掉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地雷炸到誰呢 首先來看來是4984的F柯納喔 它是做什麼? 它是全球第三大的通訊核心原件廠 全球的網通回溫喔 所以呢,其實是被看好的 大陸4G也建設了 獲利會比去年更好 結果今天幹嘛 跌停板 42.7塊錢 另外FGIMG喔 它是做這個釘槍的 它在馬來西亞釘槍廠喔 美國市場回溫了 因為現在呢 這個積雪可能溶掉了 退去了之後 要開始蓋房子啦 要開始這個修補房子啦 所以認為說第三季會開工 而且產能還會增加一倍以上 今天也是跌停板 42.95塊 好,跌停的還有誰呢 F福貞 它是中國馬口鐵的這個 包裝的大廠喔 它最新是說新廠的產能溢注喔 所以投入一些飲料天充田的一個新市場 所以呢,營運是樂觀的耶 可是樂觀看怎麼變這樣 都是被F再生拖累 今天同步的也是來到跌停板 75.2塊錢 F經理大家都聽過喔 中國品牌服飾呢 也是一個相關的貿易百貨的概念股喔 成正化帶動之下還要擴建新廠 所以營運也是看竅的啊 今天呢,大跌了五個百分點以上 92.9塊錢 好,另外呢,淘地 淘地之前呢,跌的還蠻慘的 最近開始有起色了 它是中國呢,十大的同裝品牌 因為單獨二胎的政策 所以呢,它的銷售據點變多了喔 它的營業喔,也可以來推動成長 但今天跌掉了四個百分點 176.5塊錢 最後一檔F綠月喔 它是中國呢,最大的雙向拉伸 尼龍伯末的生產廠 好,尼龍伯末的生產廠 需求應該蠻旺的喔 在新產呢,11月會開出帶動營運 但是呢,來看看股價 今天也是跌掉,將近有三個百分點 224塊錢 你看前面只要有F的喔 這些都是跌的還蠻慘 當然還有其他的 可是呢,跌幅都沒有這些股票生喔 這是今天被地雷炸到的相關F股 不過呢,爆出這個消息之後喔 這公司在晚上,F再生 晚上的時候緊急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曾經說 美國的研究機構拿到的相關資料 根本就不完整 所以在過程當中 沒有跟他們接洽 也沒有問他們到底事實真相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不排除 要採取法律行動 塑膠類股F再生 開盤價86.5元 但是盤中就急殺到跌停板 最後就收在跌停價80.5塊 這恐怕全因為國外的一篇研究報告 報告就來自浙加格萊克斯研究機構 內容直指F再生誇大資本支出 包括收購大陸相關土地的成本 都誇大2到4倍 而實際收入也比財報少了9成 研究機構因此一口氣 把F再生目標價砍到0元 趕緊出面澄清 因為F再生本來前景一片較好 3月營收達到5.77億元 月增高達147% 年增率也有一成之多 第一季整體表現更是比去年同期 提升了26.8% 當時公司還大膽預測 4月營收渴望再創新高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因為台股 現在在9000點這附近 已經漲了一段 風水草動很容易引發投資人的恐慌 但是問題在於哪個地方 因為F系列的股票 其實它的財報 除了會計師以外 我們國內的投資人不太瞭解 一篇研究報告 又讓F股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浮上檯面 弱勢的投資人 原來危機重重 三內訊